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3日 AC清去沙索罗时隔11年再夺冠 周日深夜 一甲第38轮焦点之战打响 AC米兰克场挑战沙索罗 上半场 拉菲尔 利亚奥助攻奥利维亚 基奥特打破僵局 随后再次连线帮助后者完成双响 法兰克 基斯尔再入一球 下半场 杜文尼高 贝拉迪连续制造威胁 18000默玉破门弹助攻的拉菲尔 利亚奥越位在先 全场比赛结束 AC米兰3比0击败沙索罗 时隔11年再次夺得一甲冠军 上半场比赛开始 8分钟 新度 东拿利前场逼抢偷拨 拉菲尔 利亚奥得球一脚打门高出 措施良机 17分钟 AC前场偷拨 拉菲尔 利亚奥带球到禁区左侧突破防守 横敲中路 奥利维亚 基奥特跟进推射破门 AC1比0领先 32分钟 拉菲尔 利亚奥前场反抢 左路下底突破后传中 奥利维亚 基奥特跟进推射破门在下一城 2比0 36分钟 AC前场偷拨 拉菲尔 利亚奥下底回敲助攻 法兰克 基斯尔推射破门 3比0 上半场比赛结束 AC30 3比0领先杀索罗 一边再站 48分钟 杜文尼高 贝拉迪进区前沿右侧带球内切 一脚打门高出横梁 66分钟 杜文尼高 贝拉迪右侧带球内切远射 偏出右侧立柱 78分钟 AC后场长船 拉菲尔 利亚奥插上单刀面对门将 船中到中路 18千莫玉跟进头锤破门 但拉菲尔 利亚奥跃位在先 进球无效 89分钟 拉菲尔 利亚奥左路底线附近突破下底回传 戴维迪 卡纳比亚跟进推射 球被门将没收 全场比赛结束 AC米兰在客场3比0击败沙索罗 你正在收听的是 日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